至今美国都贼心不死 一心想要阻挠中企和乌克兰的发动机合作 为何却说美国要无功而返 这些年 随着军工技术取得快速进步 我国的航空技术迎来飞跃式发展 多款飞机装备达到了世界的一流水平 极大提高了中国空军的实力 但航空发动机技术一直是中国的最大短板 尤其是发动机材料领域 因此在加快资深研发的同时 目光转向了外部合作 但却遭到美国的频繁阻挠 早在2017年 中国天交航空公司 欲要买断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的控股权 但美国一直从中作梗 导致乌克兰以会损害国家安全为由 阻止了这项交易 不过天交并没有放弃 至今仍在寻求与马达西奇更深层次的合作 然而美国也贼心不死 如今更是将阻挠意图摆到了台面上 据美媒8月24日报道称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处理 个人试图阻止 包括天交在内的一些中企 收购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 试图以此掐断中国航空发动机发展的良机 因为该交易将为中国提供至关重要的国防技术 需要提到的是马达西奇作为世界知名的发动机生产商 主要为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提供动力系统 一度被誉为动力沙皇 然而由于近年来在美俄的打压下 乌克兰国内航空工业愈发不景气 马达西奇的资金缺口也越来越大 因此马达西奇也在寻求与外地合作 而中方与马达西奇的合作 不仅使得马达西奇可以获得资金注入 进行技术研发追赶美国 还有利于中国发动机水平的提升 正是因为如此 美国才害怕乌克兰发动机被中企得到 于是至今都贼心不死想要破坏双方合作 不过有分析指出 随着中国在动力方面的投资逐渐增多 中国动力技术取得的成绩也越来越多 对于现今的中国动力来说 有乌克兰马达西奇的技术合作最好 如果没有也不会产生致命威胁 而反观马达西奇 失去跟中国的合作 无疑将面临更艰难的处境 从这一角度来看 美国的阻挠只怕要无功而返